我們社團是台大歷史最優秀的中間社團 那社內有很多元的群種跟豐富的兵器 有些人歡迎等下到面對舞台右手邊9號攤位參加兵器體驗活動 現場還有準備精美小禮 那麼接下來我們將會各位展演社團所學套路 同時介紹中國武術的發展流變 謝謝 前 人們為了活命 擊退來犯的野生動物與大自然相夥鬥 這次退出武術的雛形 僅有攻防意識而不明確的招式 人們開始發展部落 彼此為了支援發生小規模的邂鬥 而民間最容易取得的武器就是棍子了 隨著族群規模的擴大 國家之間的戰爭開始出現 能夠大量運用而具有殺傷性的武器因而誕生 也開始了大規模的武術訓練 在官方大量訓練武衣後 民間也開始發展武術 為了方便傳承 幫助記憶 將各個不同的動作串聯 變形成了所謂的套路 六合槍 槍為百分之王 手動一籃 拿 搭 捕魚有云 棍打一大片 槍扎一條線 技法使之靈魂分縮 槍音紛飛 此套多合槍 遠出至長拳 為與物有套路 六合大槍六樹野 可以稱為小柳合 五虎群羊棍 棍 棍乃本射兵器之基礎 被稱為百兵之主 或是百兵之母 這樣分為北派棍法的基礎套路 其中包含基本的 輪 聊 掃 架 適合初學者練習 其掃月前後的動作有如 支風車推磨般 顧右有封抹棍之名 發展出武術後 由於大型武器不亦攜帶 也難以在小巷弄中揮舞 人間開始發展出各種短兵又以防身 例如刀 劍 六合刀 六合刀為本社中霸氣十足的套路之一 披掃次寮 下班鴨蟬 大開大盒 進油猛武 高吳極的山巿 其進都發出武器 會為百兵之帥 龍行劍 龍行劍為本社所席的第一套劍術 劍走心靈 網絡猶龍 正在顯現出劍的靈活 套路風格雅致造型優美 動作瀟灑 搭配劍碎隨身以待 可以調整運氣者的生死軌跡 想像出劍的臉動極輕巧 本套路充分顯示出百兵之心的氣度 屬於進階之劍法套路 包槍陣棍之外的武器 通稱為奇門兵器 例如扇 便是騎兵之一 兵器攜帶方便 且不亦很注目 五隻文人默克 常用以無聲 本色的第一套兵器 飄花扇融合了全法 與短兵器的用法 開扇的進道更與功力相關 是從全照進入冰訓訓練的兩號招牌 苗刀退劈 苗刀遠遠可追求到明朝 名將七進光仿向日本之刀士 並結合中國傳統刀、槍、劍和盾法的 激情精華訓練術 四路苗刀有來回四趴 一手、一功、簡潔了大 全部弄花 而此本一盔 新家軍大過撥扣祭台 精妙 九節篇 九節篇在古代用作暗器 可纏在腰間或折疊長身 攜帶使用方便 其兼法以原裝運動為主 具有上下翻飛、靈活桌面 可收口放的特點 可收口放的特點 摔角 摔角自古即有 古稱腳底、腳立 由於古時帝王喜歡競賽 卻又竟會觸手任意見行 於是摔角開始大量推展 拼硬摔角的需求 如何才能站穩不被摔出 基礎工具因而出現 全數 由於武器未必隨手可得 因此開始發展個人全數套路 到元清時代 因為政府禁止私人擁有器械 全數發展更為盛行 目前掩飾的套路為小谷彥 屬螳螂拳 其決在於如骨之猛 如燕之靈巧迅疾 六合拳 六合拳套路為本色入門套路之一 含多種基本功 如空馬轉換之應用 單一動作 彼此連結 適合初學者練習進到整合 基本中法及腳步轉換 訓練初學者的詮釋和發力 鼻中正 鼻中拳為本色高牌 全名為燕青鼻中拳 其身法靈巧 拳塊股強 以步法健床 動作平順輕鬆 呼吸自然 是本色拳塑膠拳 由外加拳銜接進入內加拳的重點拳術 鼻中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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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中拳